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清清老師 那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做一個 就是各種節慶都可以的裝飾物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就會用到你的色子 你想要的是有圖案的 或者是純顏色的都可以 看一下我們的材料有哪些 我們會用到彩色筆 然後有這個線 你家裡面建有的東西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特地到微距航去哪 那還有這個雙面膠膠帶打動器 然後還有我們的奇異筆 你拿你家現有的紙就可以了 我們其實沒有要用到太多 接下來呢就請你跟我這樣做 好那同學們請你拿出一張色子 然後呢對折 對折 腳對腳線對線 對折之後呢 這個好了 然後再對它的頂點 折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折好之後 這邊把它轉過來 讓我們線折過去 這邊把它折過去 這邊把它折過去 一樣喔 它都是一樣的 兩邊都折好之後呢 我就把它打開 把這邊先打開 右邊先打開 然後把它壓過去 另外一邊也是把它打開 壓過去 好壓過去之後把它翻過來 把這個三角形折進來 另外一邊也是把它三角形折進來 折進來之後再把它翻過來 這邊再折過去 然後這邊再折過去 然後這邊再折過去 折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用到雙面膠 直接用撕的 那你家裡面有的雙面膠就可以用了 那你會覺得說 哇老師這個 這樣子太大了 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再把它折進去就可以了 用雙面膠會比較黏 它比較牢固 然後把它撕開之後 好多的部分我們就把它折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這樣子對齊好之後 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就變成一個花瓣了 對不對 這是其中一個花瓣 每一朵會有五個這樣子的花瓣 所以呢 小朋友你們要花多一點的耐心 每一朵都有五個花瓣 然後最後我們再把這個五個花瓣 黏起來就是一朵花了 那小朋友我們每一朵呢 都是由五個花瓣所組成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五個花瓣了 那現在老師要示範你 如何把這五個花瓣集結成一朵花 好首先呢我們一定要用到雙面膠 那我們直接用濕的我們就不用剪刀剪 因為雙面膠真的是會把剪刀弄得黏黏的 那我們就這樣子貼好 我們先貼好 撕下來囉 那我們就要準備來黏了 這樣黏起來 對齊喔 記住我都要對齊 然後呢 再把它黏起來 好 接下來 好 最後我們就把它擠了起來 好 這樣子就變一朵花了 如果你想要做成櫻花的感覺 你可以在這邊剪出一個正方形 每一個花瓣都剪出一個正方形 就會非常有櫻花的感覺 各位同學我們就是要這樣子的一朵 一大朵 那它總共是由五個花瓣所組成的 那我們就要再多做幾朵 然後讓它組成一個半圓球 好 那我們剛才呢 我們就是有先做好一個花瓣對不對 一個花瓣 然後呢 我們有五個花瓣就組成一朵花 那這裡呢 總共有幾朵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朵 所以總共呢 我們要做三十個花瓣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會問說 那為什麼用不同的顏色呢 因為我們就是用現有的材料 老師不會特別去買 我就是用現有的材料 那我們現有材料就是這兩種顏色 雖然搭起來呢 就是沒有說一個完整的顏色 但是呢 就是它整體看起來是一致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把這六朵整個組合起來 那一樣我們會用到雙面這樣喔 所以我們就貼在這個邊邊這邊 先把它撕下來 我們現在要把它組合起來了 我們是組合成一個半球的狀態 先稍微固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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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全部都把它黏死喔 喔 花瓣對花瓣 好 現在我們就是大約先把它擺出來 你不要全部都把它黏好了 因為如果要調整的話就很難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先稍微貼一下 然後等一下呢 再把它全部黏起來 這裡 可以 那我們呢 把花瓣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半球 那它是可以平放在桌面上的 那立在牆上也可以 那如果是一個球體的話 就可能在牆上固定的話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就選擇做半球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做那個 日卡 那我們呢 其實雖然沒有尺 可是我們可以用現有的工具 譬如說這個切割墊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使用 把線剪離開 把線剪離開 然後我就用這個打動器 所以呢 我就是把它放到中間 大約取一個位子 定下去 然後就以一個遠遠的洞出來囉 那我們就在下面寫 呃 其實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呃 比較普遍都可以使用 譬如說 佳節愉快 那這樣就是 到端午節就是知道 是端午節愉快 然後母親節 或者是教室節 或者是情人節都可以 那 老師用紫色的 因為這上面有紫色的顏色 好 然後這邊粉紅色 剛好可以搭配起來 你也可以在旁邊做一些小點綴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用到繩子 那注意喔 這個長度是要這裡能夠掉的 然後呢 然後這裡可以綁 所以 我們就稍微剪 稍微 可以先長一點 因為長的話 就是可以調整 如果剪太短的話 又要再剪另外一條 所以你可以先取一個長度 好 我們先把這個 打洞的這一段 然後把它穿過去 打兩個結 注意喔不要太用力 那不然你會把這個洞打破了 就把它弄破了 好 接下來呢 再來 我們這時候 把它放過來 然後呢 這個 把它貼上去 用這個 會比較堅固一點 比較牢固一點 你如果家裡面有透明的膠帶的話 也可以用 因為它這個黏性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它這個黏性會比較強一點 好 當我用好之後呢 那我就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我這裡可以綁個圈圈 好拉一個結 那這邊多的部分 我就是把它剪掉 讓大家看一下 整個的畫面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完成囉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掛在牆上 做裝飾 那各位同學 這就是 老師 示範給你們的作品 那你們呢 就是可以 看到你們喜歡的色系 怎麼樣的配色 好 你們都可以 也希望你們可以做出一個 讓老師覺得很驚豔的作品 那歡迎你們上傳到 我們的活動網站上面 老師會上去評分喔 嗯 老師覺得表現不錯的同學 會送你們小禮物 我們這一次呢 請你跟我這樣做的活動到 現在完成囉 我們下次見